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今次繼續在日本 今次會介紹一瓶 其實我對於這瓶漢品 完全沒有任何認識 只不過我很多時候來到日本 都會不斷地走一些 wine shop 不僅是 wine shop 我都會走一些超級市場 或者高級小式的超級市場 去看看他們在賣什麼酒 當然我的焦點一定是香檳 今次我去了一間 我平時都很喜歡去一間 高級小小的超市 有一間叫成城石井 這間我都幫上了十幾年 其實每次我來到日本 我都一定會走進去 看看有什麼酒 今次我會見到一瓶 一瓶非常之抵抵的香檳 其實這瓶香檳 是3300N左右 它叫Joseph Disploi 坦白說 我一見到這個品牌 未見過 因為其實香檳區太多 小裝 其實香檳區有幾千個 小裝 其實小裝佔了絕大部分 這瓶我未見過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真的太多了 而我們平時見到的 香港入口的 給到盡都只有幾百個 其實佔過 其實可能只不過是 它的裝備的數量 其實是10%左右 所以大家 有時見到一些 未見過的東西 一些這麼便宜的價錢 三千多元 對現在香港多少錢 200元左右 一見到一些這麼便宜的東西 沒理由買一瓶回來試試 其實很多時候 朋友都問我 你會不會看完一些 特別的 別人的報告 或者一些好 你才試 我絕對不會 我又真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很喜歡 和大家一起 做實驗 試一下一些 好和不好 好就當然好 不要緊要 我們做過記憶 下次未必 買它 今次這支 其實它都是一支 一支 買的時候 我純粹只是價錢 可以看價錢才買 之後 我講的資訊 我也是 拍攝這支影片之前 沒多久 我在網絡上 再搜尋一下 究竟多一點 這支酒的資訊 其實這支 這支的資訊 也有些不同 我也不敢太猜測 但綜合了 這些不同的資訊 應該有的資訊 應該不會錯 其實這支酒 也有36個月份 一間內Vintage 的香檳 不少 現在買一紋 現在一紋下去 其實這支酒很新鮮 有些椰子 主要的 Bubbles很美 其實這些Bubbles 其實都蠻薄的 很新鮮 這些Citrus 這些Citrus 但其實Citrus之後 都還有一些 較為熟稀的果 好像有些epicot 那些 你會感覺到 這個 其實現在你聞下去 你會覺得 這支酒有少許寒意 並不是因為它的溫度 而是它的Minerals 令到你的感覺 有少許寒意 現在下口試一試 下口試一試 下口 下口 酸度其實不錯 果感 其實是蠻縮的 其實果是蠻豐厚的 一些這麼豐厚的果 通常你第一個印象 都是Pinova Base 這支是Pinova 也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其實這些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它有80%Pinova 20%Citrus 這些這麼豐厚的果 感覺 主要是由Pinova下來 但是我看回網上的 其實也有些 它說這支是75%Pinova 有5%Pinova 有5%Pinova 另外就是Charnet 所以我亦都感覺到 我會傾向 它應該有少許Pinova 因為其實你的感覺 它是會有 多一點 一些香味的果的感 果 是會比 平時的Pinova 的果感 和一些香味 更加豐厚的 其實酒 會比平時的Pinova 純粹只是Pinova 它的果感會突出多一點 很少的 我相信這支應該是 有些少Pinova 這個 接著現在再第二口 你會感覺到 它 你喝下去其實也挺舒服的 它舒服得來 它有一個很好的酸度 酸度其實真的不錯 我其實 很多時候也沒有想過一支 200多元的香檳 是可以一個 這麼高的酸度 和果 也很熟 其實這支酒 坦白說 200多元港幣 真是很划算的 如果你問我 這支酒 拿來做什麼 會較好一點呢 我不會選擇 它做一個 配合餐前酒 我會選擇 它會做一個 可能配合餐廳 或者 其實可以做一個 如果你在西餐 可以配合一個 不是太重的 主要的 其實可能會做一個 配合一個 配合一個 酸度的海鮮 我覺得是非常舒服 如果你們問我 這支酒 可以配什麼 中菜的話 中菜 我會自己 比較喜歡 可能會配上 上海菜 上海菜 因為它有一個 較為甜 少許的醬 我覺得 酸度和果感 應該都會 配合到 上海菜的 味道 今天分享差不多 如果大家來到日本 不妨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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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些驚喜給你們 多謝大家 我們有沒有튼 各位 noget 我們可以辨 Alex 爹 давайте Maggie 看看 石 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